再来看加拿大温哥华市 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化节 是连续三天来举办 而大温地区的慈祭志工 很用心地介绍慈祭 更以做成书签的禁思语 与大家结缘 多的东西可以给别人 愿不愿意 小女孩听了慈祭志工的解说 姐妹俩也学会了不诗 大温地区慈祭志工 在台湾文化节 推广中英文对照的禁思语 华人喜欢也触动其他族裔的喜欢 因为我喜欢这句话 我希望学习更多 当我读过这句话 它让我感觉非常好 让我感觉更好的人 美丽的说法 我希望学习所有的教授 我真的很感激 法感动永存心中 把快乐大方分享 四季列车上满载快乐 要运往需要的地方 就像这一个个毛线 会被认领的民众编织成围巾 在今年冬天来临时温暖助人 大爱新闻知识美职工 梁宇燕省金全无诚挚 加拿大报道